那你要不要唱一句佛經 現在嗎 對啊 一句就好啊 情情走走 走走走 你是美麗臉夢霧欸 因為我媽 她的藝名是吳美麗 還是你要原名 這個會播出戲嗎 會播不然剛好拍 喔 給你紀念的是不是啊 那你出去要繳一百塊她才會給你 嗨 美麗家人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吳清風 這是我的媽媽吳美麗 吳美麗家人 吳媽媽最喜歡清風的創作是哪一首歌 NO 是這一首喔 那你覺得是哪一首 我本來想要講白日出沒的月球 因為我媽很少發表她喜歡什麼歌 她上一次跟我講她喜歡的歌就是 白日出沒的月球 因為那一張專輯 是在吳與倫比的美麗裡面的 一首蠻另類的歌 然後那時候我媽跟我分享 她整張最喜歡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嚇一跳 我說你怎麼那麼有Sense 她說喔 你好像在涼筋欸 我媽喜歡一些比較像佛經的音樂 清風最喜歡吃的東西 一二三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喜歡吃什麼 雞塊 玉米濃湯 小時候她一生氣 我只會有那兩樣東西拿出來 她就生氣了 所以幾乎沒吃過 吳媽媽最喜歡做的事情 一二三 念經 煮菜 對 大家吃 吳媽媽最常唸清風的一句話 卡扎君 這個是以前那個還住在一起的時候 對 現在比較常講的應該是 兒子要匯錢喔 兒子啊 這個音樂還沒匯錢喔 這不是很正常嗎 但是這幾個月我學會自動轉張之後 就沒有再講那句話 如果說兒子要寫一首歌 欣賞你的話 你希望他怎樣欣賞你 沒有啦 我只希望他寫猴歌給我聽就好了 寫一首猴歌 不是猴歌 是佛歌 你剛剛有點猶豫對不對 聽不太懂 因為我很多歌 我媽都覺得很像在念經啊 所以應該已經夠了吧 你都很喜歡那種 是很快的 那是因為我送金很快 我媽竟然有一次想要跟琪姐 就是琪玉姐PK誰念經快 真的是不知道他們 這些送金的女人之間的遊戲 很特別 如果要欣賞就是 別首跟要送媽媽的話 大家欣賞也要別首 滿想寫媽媽的青春歲月而已 我媽小時候的事情很精彩 她的內心 是一個嬉皮 是喔 我很愛玩喔 你千萬不要 你知道他們的很愛玩 不是那個意思喔 現在大家說愛玩 是指說很愛玩男人啊 或是什麼 所以不要這樣亂放話 喔喔喔喔喔喔 用粉紅色即興的唱一句 粉紅色 啊 魚丁面有歌就有粉紅色 怎麼唱啊 半夜 什麼 半夜喝的冰啤酒 半夜喝的冰啤酒 泡沫 青黃色 黃色 青黃色 泡沫 泡沫 我也要乾脆做個夢 紅色 粉紅色 有沒有什麼就是會跟媽媽一起唱 我不會唱 我上一次聽到我媽唱歌是 30年前 在屏東的KTV 基本上我是個音車啊 但是我算是從小聽我媽唱歌長大的 因為我媽別的音都會不準喔 但是她唱佛經非常非常的準 那你要不要唱一句佛經 現在嗎 對啊 一句就好啊 觀音菩薩妙啦 有沒有 那個裝飾音很細微 好了好了媽媽 我們也是有時間限制的 好啦 還是你們可以拉差不多40分鐘 就為理解 要說 要笑 卻無人知笑 苦惱 嘲嘲